欢迎关注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带你了解羽谈的最新动态 北京时间8月13日世界羽联发布消息 中国羽毛球运动员巴黎奥运会女单亚军何冰娇 向世界羽联提交退役申请 将不再参加国际界别赛事 在国际羽联的最新世界排名中 已看不到何冰娇的名字 消息一出引起人们许多猜测 何冰娇为何刚刚拿到奥运会亚军 就现在提出退役呢 巴黎奥运会和冰娇登上职业生涯巅峰 巴黎奥运会和冰娇和陈宇飞代表国宇携手征战 何冰娇小组赛在N组两战全胜晋级淘汰赛 淘汰赛首轮21比19 21比14战胜印度一姐新度 晋级女单八强 新度是国宇晋级路上的主要对手对国宇威胁不小 何冰娇淘汰新度为国宇晋级之路扫除了一大障碍 陈宇飞巴黎奥运会2号种子小组第一出现后 直接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何冰娇陈宇飞遭遇内战 此前何冰娇对阵陈宇飞没有优势已经是四连败 但巴黎相见何冰娇21比16 21比17联赢两局 战胜陈宇飞晋级四强继续前行 东京奥运会女单冠军陈宇飞止步八强 半决赛何冰娇与西班牙名将 大满贯得主马林相遇 何冰娇战马林何冰娇晋级之路不被看好 就在人们以为何冰娇无缘决赛时 马林意外因伤退赛何冰娇惊喜晋级决赛 决赛何冰娇与头号种子韩国安喜莹争夺冠军 何冰娇13比21 16比21连丢两局 安喜莹轻松拿到奥运会女单冠军 何冰娇收获奥运会女单亚军 东京奥运会何冰娇收获第四名 巴黎奥运会何冰娇收获亚军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推向了一个巅峰 回顾这么多年的赛程 何冰娇的青春之歌也是留下了许多拼搏的回忆 何冰娇是江苏省苏州市人 出生于1997年3月 今年27岁父母是体校教师 5岁时接触羽毛球 2008年底 11岁的何冰娇因代表苏州队打掉赛 勇夺女单冠军 12岁进入江苏省体校 2012年15岁的她获得江苏省运会女单冠军 2013年何冰娇代表国家队参加 马来西亚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 获得女子单打季军 2014年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何冰娇2比1战胜山口倩勇夺冠军 2015年印尼与毛球大师赛 何冰娇2比0战胜陈宇飞获得女单冠军 2016年瑞士公开赛何冰娇2比0战胜王一涵夺冠 2021年游博杯团体赛 何冰娇陈宇飞陈清晨贾一帆 黄东平李问妹组成的中国队 3比1战胜日本队勇夺冠军 2022年是她状态较好的一年 获得单打最多冠军者 巴黎奥运周期何冰娇不离不弃 依然坚持拼搏在羽毛球赛场取得了不错的冲击 以世界排名第6的成绩再次打进奥运会 并把东京奥运会的第4名 改写为巴黎奥运会女单亚军可喜可贺 这也是对何冰娇赛场汗水挥洒的最好的回报 奥林匹克精神的诠释者 何冰娇虽不再出现在国际羽毛球赛场 但何冰娇巴黎奥运会颁奖仪式上的那个举动 依然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当何冰娇站上领奖台的那一瞬间 他左手握银牌 右手紧握西班牙对徽章 对此国际奥运会许多媒体都寄予有高度胜赞 西班牙奥运会 谢谢你何冰娇 这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最高境界 何冰娇则表示 带着西班牙的徽章上领奖台 是因为昨天的半决赛对手不幸受伤 我很心痛 我希望他能看到这一幕 也祝福他早日康复 颁奖不忘因伤退赛的对手 不正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最好诠释吗